台海防衛的木马屠城已经变成现在进行事了嘛 观众朋友 过去这24小时 大家热议的这一艘中国快艇 它如何能够长驱直入淡水河口 人都上岸了 海巡才后知后觉 今天进一步证实 开船的居然还是前解放军的艇长 管毕林 他坦诚有30分钟的疏失 我们就问 海龙挖兵下个月汉光演练 才要以防固守淡水河 人家已经先来探路了 端午节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让我们觉得傻眼了 就是一艘中国人的小船 60岁了 年纪跟我一样 60岁了竟然有办法越过250的海洋 然后黑水沟 什么叫黑水沟 古时候叫做什么 石去六死 三流一回头 它竟然一艘五顿的小船 这么小的过来了 过来之后 你说到木马屠城倒霉倒掉 这个东西对我们的整个海防 对我们的海军来讲 叫做伤害性没有那么大 侮辱性极强 为什么侮辱性极强 第一个呢 他那天到了现在为止 说法还不清楚 他到底是事先被拦下来的 好像知道的 还是他到了码头之后 主动投案的说要自首 我们到现在为止 既然官方没办法讲清楚 这个东西 我们是在做什么防卫的 第二个呢 今天的海巡署来讲了 是在东北角那边是有艘船 然后紧急大家出动一艘船 要20分钟 20分钟人家都冲进来了 六海里 你现在讲的是海巡署的说法 简直要把老百姓当成是完全的 我们至少收过军训 我们当过两年的兵 完全没有合理 而且最近孤立球才讲的 十二海里就是自卫权 六海里才发现可疑目标 那前面六海里呢 前面六海里出来什么 然后全程监控 但是全程监控你说调不了船 然后这个东西你代表的 淡水河口多重要 等一下我们会讲淡水河口多重要呢 再过来管壁林 海巡署长出来讲 不是海委会出来讲话 人出了问题 设备没问题 十二海里外就该看到了 所以在昨天 我们清楚的知道时序是 这个人他擦撞了交通船 然后他人上了岸 找了我们当地岸上做生意的 这一些船商帮我打118 他还知道要打118 赶快报案我要来投诚 我们知道的时序是这样 结果昨天海巡署说 有我们六海里已经监控他 讲得跟真的一样 今天就被管壁林打脸了 没有 我们有三十分钟的人为疏失 你说这两个在互相打脸打什么 对啊 今天海巡署不是讲说 二十分钟出船出船才能够把船 赶快吊出来吗 管壁林讲说三十分钟的疏失 那代表还有十分钟 你就可以出船了 那你怎么这样子 然后说还有雷达在交接的时间 所以有疏失了 我们这个二十四小时 人家天天在这边灰色作战 不是做这么多吗 那你这个时候只看到了灰头土脸 所以他讲说他是一个海军的前艇长 是 那个就更可疑了 对 反正来到这边说我来投奔自由 然后被遣返回去 这个时间点之敏感的观众朋友 再过几天下一个月 汉光操演 我们的海军的挖人部队 就要进驻弹船河口 紧紧地掐住这个地方 不让任何的共军的蠢洞 可以从这个地方长驱直入 抢在你汉光操演之前 人家先摸进来了 那叫做测试路线嘛 为什么叫测试路线 我们当然很担心从淡水河口 长驱直入 经过关渡大桥就斩首对不对 对 可是今天这么一艘小船 它真的五顿 五顿多小啊 速度也没那么快 你说再怎么快 二三十节三十十节就差不多了 从福州那边一路开过来 所以今天海巡族还说 绝对没有船 植母船 237公里 这个淡水河一般的小船 怎么大船的海巡舰都快让你吐了 一般小船能够这样横渡过来 所以当我们还在 想要知道答案 它到底是直接从福州 一路横跃两百多公里 来到我们淡水河口 还是有大船再到一半 把它换称下来 再过来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它的那个洞75 如果把野牛气电船 野马气电船这样放下来 我们是不是就到时候 万船齐发的时候 十艘一起过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这个那一天可以 而且军想最扯的是什么 它是上午11点 那是白天 很多人看到 如果凌晨3点 如果凌晨3点 你这个时候再做个演习 如用无人去进了 对 早就会 然后如果它上面 它是撞到了交通船 对吧 如果它上面有炸药 有油桶 撞到码头起火 你会不会觉得 在首都旁边 造成多大的心理压力 我问你 就是今天管妈 她都已经坦承 30分钟的人为疏失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坦诚 那我们怎么补强呢 问题是 我想这个部分 包含说现在接下来 台委会已经说 今天他们也会接下来 宣布一些陆续的陈组 但我想重点的是说 其实因为现在 有一个资讯在出来说 这一艘驾驶 这个快艇 来到我们水域的男子 他并不是普通的一般人士 因为他的背景经过接力呢 其实这个人过去 有在中国海军 担任过中国海军的艇长 也就是说他事实上 是有军方军事的相关背景的 所以说这一次的突破行动 会不会是一种试水温 会不会是一种在试探说 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能够穿过台湾的防线 没想到这么轻易就穿过去了 那如果今天这艘快艇 是像我们看到 在乌克兰作战的时候 很多这种自杀无人艇的时候 他很可能已经在台湾 我们这边撞上目标 达成了他的特工作战的目的了 所以未来包含 我们看最近上个周末 有金门 这个中国方面 也有人用无人机来到金门 突破我们的空域 包含这次的快艇 突破我们的水域 我想中国未来的 这种灰色地带的作战 意图要渗透我们的边防的行动 可能会越来越频繁 所以我们的政府 真的是需要全面 把各单位的警备都拉高起来 为什么我说时间点极其敏感 就在下个月 海龙即将要以防固守淡水河口 要把这地方守得 滴水不漏的情况之下 人家已经先来摸哨 也摸上岸了 居然在这个时候 有人内行人说外行话 于北辰 他怎么 哪一根筋让他讲出 不要怕 他们上了岸也会迷路 因为他们不知道台湾的路 怎么走 来 你怎么看 我真的觉得于北辰 从头到尾都在乱讲话 而且他的神论真的太多 你知道吗 他说这个共军如果来台湾 如果他们用Google的话 他会迷失方向 找不到地点 你知道如果不用Google地图 他会找不到地点 这个荒谬到已经 大家不觉得很可笑的地步 因为打来讲 很多人都实测 共军真的他会用Google吗 他也不是用Google 他们国家用的都是用什么 百度搜寻吗 或者说用什么卫星 他们自己有共军的一些卫星 他们根本就不会用Google 这套软件 所以你今天怎么可以说 人家没有Google 所以他进来一定会迷路 我说真的 好在于北辰在浙界的内阁 没有担任任何的要职 否则啊 别说我们要抗中保台了 我们可不可以连自己都变成一个闹笑话 一个对象嘛 所以于北辰的话 我们谈不讲听听就好 但于北辰的话 透露什么一个问题 就说有些人真的把这玩笑话当真 你知道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要面临到 我们国军如果面临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你看于北辰闹了笑话之后 其实很多的绿语人士 看起来也把他当真 你知道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连很多绿语人士 都把于北辰的笑话当真的话 那么未来我们要怎么防范 如果共军真的来的话 我们说对啊 你没有用谷歌 你找不到我 你找不到我 他们就真的找不到吗 那这次小艇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过去 淡水河口是我们六军团 每次汉光演行 进行所谓的反登陆 最重要的地方 那这次小艇 他可以直接穿到淡水河口 这个不就无疑打脸了 我们的政府要抗中保台的作为 今天只是一个 这个退役的一个庭长 他就可以自己来开个小艇 到我们淡水河口 好在他没有携带什么任何的炸药 或武器等等 如果哪一天真的有人 一样化如无血样 这样进来的话 那我们怎么守住第一线 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羞辱性极强 今天来是空船来 下一次如果带着爆裂物呢 而且现在最严重的是 我们的这些哨兵 这些哨位 可能要花三十分钟 才能够知道这样的情况 这是最危险的 三十分钟 他搞不好已经进到 大稻城里面去了 你知道吗 他已经不在淡水河口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海巡 跟国军弟兄 一定要反应够快 但问题是 我们看我们 还有会主委管碧琳他说的话 管碧琳今天话说了很多 然后说这个基层的确有些疏失 但问题是 你身为最高的指挥官 你的总督导 你做了哪些事情 你怎么会让基层的螺丝 松成这个样子 今天不是说我们要怪最近 那基层有这样的作为 是不是你上面的人 没有把它带好呢 你去想他们在环台 圈颖的时候 管碧琳说什么 他们在忽律西归 对 这些人已经从淡水河口 长驱直入 你为什么慢半派 他说没有 我看他脸看起来很善良 你讲什么啊 所以我觉得管碧琳今天就是在推卸责任 他现在不要让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 照理说 以前如果国民党时代 海巡署的官员有这样讲话 早就先下台一局功了 那为什么管碧琳这样讲话 他就要做个政治责任的切割 不要把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 但问题是 我们要好好面对问题 今天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重平时期的海岸巡防 今天顾立雄部长说 这个跟国防部没有关系 说得很婉转 但接下来这个东西 我们就要请教部长你怎么解释 居然老共的无人机已经飞到我们的哨所 也就算了 居然还飞到了金门陷阱局的头顶 去施放船单 我们现在还继续大事化小吗 基本上为什么讲说侮辱性极强 那我军下 马三观测哨 以前叫做什么 我们当兵的时候 天下第一哨 现在人家在天下第一哨 到你头体上飞来飞去 给你祝贺端午节 让我们有多丢脸啊 那当然现在天下第一哨是观光景点嘛 可是你金房部 出来跟我们讲说 他没有到营区 你在飞机上 那这不叫营区 那金门不是你防守的地方吗 所以这件事情没有第一时间发布出来 要知道哦 时间点之敏感 梅加树参谋总长那个时间前后 人就在视察金房部 他就飞到你这个地方来 侮辱性极强 你只是因为他没有进到房区的上空 你就觉得 可以不讲 可以大事化小吗 我们就算是炸弹 丢一颗下来 也不会直直的90度吹 是 对 因为它会飘嘛 有惯性嘛 所以说 它的船单 会飘到金门家 那是风吹的嘛 可是如果 它已经不是第一次无人机来了 多少次来 而且给你放影片出来 结果我们说我们已经准备了25架的干扰器 你就拿出来用啊 你拿出来没有 我们不是有干扰器吗 还在训练中吗 1.5公里之内我就把你打下来了 对啊 这个时候在天下第一次用这个影片出来 然后说看了这个叫做羞辱嘛 那我们竟然羞辱之后拖面之干 没有到营区 结果这个够丢脸 另外一个呢 更丢脸的是什么 中共东部战区大概觉得羞辱台湾羞辱够了 突然之间呢 说你这个是民间的公司对不对 不要再上这些影片了 影片下架 这个意思是代表什么 这不是我干的 这是一个障眼法 第一个这是民间干的 第二个是 从去年到现在 飞了多少次了 然后这羞辱了多久了 羞辱够了 羞辱够之后 现在金门已经不用羞辱了 接下来 我都摸透了 我都摸透了 接下来是羞辱淡水河口了 我们的海巡署还在那边拖面之干 真相都清楚了 观众朋友 这个开着小艇 从福州一路开到台湾来 这个人你看到 他居然是前解放军的艇长 身份太特殊 而且超过250公里 就这样长驱直入 怎么办得到抗中宝台 没半片 都挂在嘴边吗 来看到 民进党现在对着国内 对着政敌 内斗内行 来我们请今天秀领先来告诉我们 看似两个不相干的事情 让人民跟着你抗中宝台 以为安居乐业 结果呢 其实大家看看 这一个画面 到底是这一个 长驱直入的解放军前艇长 是比较严重的国安问题 还是许草新 到底有没有摄入 潜见国造的升文案 是比较严重的国安问题 一般正常人都会觉得 应该是左边这个吧 就是这个长驱直入 开了200多海里的 这个解放军艇长 直接进到了淡水的渔人码头 而且台湾的这个海防 无人知晓 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国安的破洞 结果我们的海委会主委 管碧林却告诉大家 没什么 我们只是失误了 我们的雷达看到了 但是不知道 它是解放军开来的舰艇 但是呢我们的人也来不及去 这个阻止它 所以它就长驱直入到了淡水河 其实在这个明清时代 这个淡水河是直接可以到邦嘎的 邦嘎就在总统府的旁边了 如果呢真的有心要渗透台湾的话 这绝对是非常重大的国安破洞 那今天对这件事情轻轻放下 却对呢这个周刊的几个字 说它涉入潜见案用力追杀 这么严重的事情 搞不好海委会主委都应该下台 你是怎么带队的 你怎么带队让台湾的国安团队 海防首线 这等于是前线崩溃啊 就我第一线的前线崩溃了 那我后面的这个作战是岌岌可危 好 旺辰你怎么看 过去这个礼拜 民进党不断在号召一种气氛 叫做第五重队的气氛 来说哪里有第五重队啊什么之类的 可是你现在连个小小的退休停场 你都挡不住 那你跟我谈说什么 要防御第五重队来抗中保台 就变成个笑话 那现在对比许晓晓这个情况 你对外看起来软啪啪 对内看起来倒是蛮强硬的 因为许晓晓这件事情的台湾 是她的这个 所谓的大姑跟她的丈夫 爆料出来 可是在民进党现在看到 有人爆料之后 马上全部蜂拥而生 要抓住这块弄 要延续仇恨值啊 要延续到哪里 明年的2月1号 让这个火继续烧 烧到底 那巧新因为这件事情台湾 大家如果看这个报导 标题很手动 但内容很空洞 没有东西 那里面还提到谁 她的先生 她的丈夫说 你当初把那个资料 提供给谁 当时要操作什么 绿营的初选 介入这东西 她把她丈夫也说到 那种网军头的概念 所以现在 打折绥棍上 趁着周刊这个 只有标题的标题档 没有内容 没有证据的一篇报导 看似聪动 没有肉的报导 她在撩拨 许晓晓的仇恨值 一路撩拨到明年2月1号 等我可以满一年开始 罢免你的时候 水到渠城了 蓝衣里面话题最高 所以有不打你 许晓晓晓去打谁呢 所以你看到 今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郭席怎么讲 郭席出来说 如果这件事如果属实 源头就来自于中共 或是卖台金主 郭席出来这样讲 这句话之后 大家想说 这件事情有到这么严重吗 那为什么这时候要扯 中共跟所谓的卖台金主 跟过去的第五重队概念 是不是又有点类似的感觉 所以她在对内容 她在暗示许晓晓是第五重队 对 暗示许晓晓就是第五重队的头 所以大家会问我说 为什么你对内的时候 可以这么强硬 但如果真的面对到 对岸的退休的艇长 要冲过来的时候 你却没有任何防备 那你怎么抗中保台 台海防卫 海空不设防 我们不愿意这么说 但这是现在进行的事 木马屠城 不是防卫未来 已经在发生了 一艘中国快艇 长驱直入淡水河口 人都上岸了 海巡才后知后觉 这件事情 从昨天到今天 整个炸锅了 今天跟郑时开船这个人 居然还是检报军的 退役庭长 另外一个现场我们来看到 冲队参谋总长 梅家树 他去视察金防部的同一个时间 这是中国无人机 居然直闯了我们马山波音站 也飞到了金门陷阱局的旁边 去空投船单 这不是已经实质入侵了吗 难道继续盖牌 继续大势化小吗 好 今天刚才有报警观众朋友 今天跟大家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叫不应该 第二个叫怎么办 先讲第一个不应该 时间地点 昨天早上11点 在淡水的渔人码头 就是这个五顿以下的快艇 出现在渔人码头 到了淡水渔人码头上岸之后 去找这个我们台湾的民众说 你把他卡点为118 他还知道118 他知道118是打到哪里 海巡 海巡这个救护专线 对 海巡远台他知道 他说我今天我要投奔自由 所以我要找海巡118 结果海巡队员就来了 观众朋友请注意 他不是说船过来了以后 被我们海巡截获吗 他说他是从大陆的福州 一路这样开过来 俊阳哥你知道距离多少吗 200公里有吗 260公里 对吗 我问了好几个 对 他到底这种 如果游家满到底可不可以 那管密林 他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海巡主委 他说他有上船去看 因为他说要开过来 一开始昨天观众朋友记不记得 新闻出来的时候先讲说 他是坐个大船 靠近我们淡水外海的时候 大艇放小艇以后 六海里左右开过来 六海里大概十公里左右 那我就有个问题了 我们的雷操手 雷达操作手 你没有办法发现 这个小支的这个 五顿的这个小艇 那他大船带小船 那大船一定要发现 现在官委会 这个海委会的主委 管密林他讲说 没有没有大船 他是直接从福州 就是这个小艇 260公里 这样直接冲 你相信吗 他从6月8号一路这样开过来 就开了两天多就对了 好那观众朋友 第一个他的油料够不够 第二个他的船上 没有任何东西 他都不用吃都不用喝水 第三个他身上没有 晒过太阳的痕迹 所以打一个问号 我们就看后续了 第二个 那他是说他从福州 直接开过来对不对 那他的船上有一个 航移的记录 航机图 已经消除了 他还有时间消除 你为了证明 你从福州过来的 这个航机图 你把它消除 你怕人家看 他这样子进到 我们的淡水游战 我给大家看 那个地形图 因为我以前住淡水 我最清楚了 这个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 因为你肉眼就可辨识 雷达也可以侦测 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件事情 足以证明 如果说怎么办 第一个叫怎么办 第二个叫不应该 怎么办 你根本没有办法判断这个船 对不对 你根本没有能力判断 等一下 对啊 你今天 因为 近岸完全是海群 你要守的 如果连你都没办法判断的话 我得等他上岸的话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木马屠城了 现在管编林主委说要乘处 他说确实有舒适 那昨天怎么讲的 说全程监控 那所以全程监控 你知道他是大陆来的 你知道他是不应该进来的 然后你看他进去以后 还要等他打电话 你都没有上钱吗 这个我就觉得是问号了嘛 第二个 你要知道 俊阳哥就看这张图 他昨天来的时候 是黄色这一条 有没有 他进了淡水 我们台北在这里 这边是淡水 这边是这个渔人码头 沙伦在这里 他过来以后 直接靠到渔人码头以后 他靠上岸以后 然后就打电话嘛 对不对 对 如果他没有靠在渔人码头呢 直直走 就进到台北市 这里就是关渡大桥啦 再过来这边就是关渡 然后就是台北市 就是总统府 大概二十几公里而已嘛 所以他是选择他靠岸 对 选择靠岸还打电话 那你真的有全程掌握吗 问题在这里了 第三个 如果他不是中间撞到的交通船 所以也被我们台湾民众 发现之后内游烧船 对 我们到底有没有发现他 过去就十年以来 大概就是 就将近百件左右 这个偷断 不是常常啦 但是会不会 以这个case来看的话 会不会常常有人 跑来淡水吗 买完鱼碗又回去了 你根本没有能力发现他 这才是我们应该知道的 关边你说出在人的判断 我没有注意到他 我以为你是淡水的渔家的渔船 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没有办法用雷达来判断 说这是什么船 那就危险了 今天如果是一个军舰呢 他 我跟观众朋友讲 因为记者去问了以后 没有具名的人士 他解释是说 因为他直接开向渔轮码头 太像是一个出去外面玩的 可能是渔船或者是游艇 如果是偷渡客会怎么样 他会开去旁边的沙伦 更偏偏的地方 然后就偷偷上岸 所以等于就是说 他大大的从银行走进来 你就以为他来领钱 就是他来抢银行 对 他从大门进来 你就以为他没事 这个不行 所以观众朋友 这个事情证明说 我们整个淡水的海防 是出了严重的错误 他以前是在这个 就是中国大陆的海军的舰领 当艇长的 他的背景 他也不是一般民众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们要特别查清楚 那我们马上要进行 汉光演练 每一次我们只要有军演 汉光也要 或怎么样反占说也好 都会设定 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就是从这个 淡水的这个出来 主委这边进来 那你都知道 这是他进来 开他们的地方 你的防务 居然这么的松散 所以 现在我也听到 观众朋友在讲 那是不是海龙挖兵 这次来这边演练以后 以后不只是 这次海军主顾 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有军队的部首 这个后续看国防部 他要怎么安排 好 这个是淡水河口 变成了突破 大台北长驱直入的大破口之外 前线中的前线金门 居然出现了这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空抛船单 先前那个讲不应该嘛 对不对 这个我讲怎么办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我已经跟观众朋友报告过了 我们的那个干扰枪 它其实500公尺以内 是最有效的 宣称可以弄到1.5公里 所以我这样 我对着那个 就是直接来无人机 对着它 它可以阻断 可能掉下来 可能返航 但是你要知道 这几波 送船单 然后什么 要送霸档 这一些无人机 它的高度可以飞到4公里 那我们只能干涉到1.5公里 你干扰不到我 那这是它来干嘛 它来抛这个船单 直接抛 那它抛了船单 以后它还开直播 所以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霸足这些事情 那因为它一再来 对我们造成一些困扰 可是无能为力 所以这些事情 一直跑过来 一直跑过来 金门又是前线 那一直这样子的侵扰 也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它有无人机 万机启发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所以两个问题 就要一起考虑了 当你的淡水 有这个不是台湾的渔船进来的时候 你基本上你是没有能力发现的 当金门有很多无人机来的时候 你是无法阻止的 这都是现在我们防务上 非常大的问题 你说我们怎么办 于北辰这句话 让大家今天讨论很多 他说不用怕 他的地图 他一定会在台北搞丢 认不得台北 说如果上来之后就不行 他说的 我是觉得说 这可能是于将军 他认为上来以后 如果是不是网路都阻断以后 没办法上网就不知道 其实任何军队 你如果真要攻坚了 他也会有地形图 我们都已经 对了都那么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是不希望发生战争 你不用去放解放军 担心他以后会不会迷路 我们应该阻止战争发生 而且要做好准备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 于轩我们来看到 海巡署前后相隔12小时 怎么会截然两套的说法 昨天还信誓旦旦旦 有哦 六海里我就全程盯着他 结果今天认了 他说我有30分钟的失误 而且我的少兵没有迅速通报抓人 这个说法其实两个不矛盾 他只是说只讲半套 因为他昨天说有全程盯着 有没有 有 但是盯着你知道他发生一个大问题 什么问题 他不知道他是谁 就我雷达上看到你了 但我不知道他是谁 其实今天管兵你讲最严重的是一句话 他说我们针对35吨以下的 可以侦测到12海里 那我们针对再更小的 比如说10几吨的呢 可能大概就8海里 那比如说呢 我们针对这种三版交法 因为我以前做海巡的 我很清楚 那种都没有船舶编号的 那怎么办更近了 只能三海里营 但请问一下俊翔哥 这个是在透露什么东西 我国的增防动能嘛 就是我国对于来犯者 不明的船只 我的侦察动能在哪里嘛 那你这不是等于是公开泄题吗 对 你就动力三百 你就可以贴到我的近案了 那你这不是在跟解放军讲说 你要怎么样入侵到我们 那我听完我都明白了 在第二件事情他说 因为我们的人员 他没有办法识别这个船舶是谁 所以当他直接往渔人码头靠近的时候 他以为说是船只要回港 所以代表在没有编号 没有灯载的状况下 雷达侦测只能知道说 这是一艘小的船只 小的船只往哪边靠近嘛 那你不是让我们的洞房大开吗 那我吃解放军你知道我知道我要怎么干嘛 我以后呢就拍一艘大艘的 到中线之后你知道干嘛 换衬 中线之后我开始丢小船 丢10艘 20艘 30艘 小船之后开始慢慢爬慢慢爬慢慢爬 都35吨一下哦 然后到了山海里之后呢 停在那边 不要再靠近了 因为再靠近会被 这个中华民国的海巡署侦测到 然后呢叫水鬼用摸的 海巡路战队开始用摸的 开始摸进来 摸进来上岸之后呢 我们再来整顿 整顿之后呢距离总统府只有22公里 那不就是第五重队了吗 对不对 你在教人家怎么干这些事情嘛 其实我觉得哦 你没有侦测到这是一回事 你判断失误是一回事 因为他的意思是说 六海里之后我们全程都有掌握到这一艘船 只是误以为他是我们的渔工嘛 误以为他是在我们近海捕捞的一些什么交法啊 一些我们讲三板啊这些船只嘛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动作嘛 这是属于人员的误判 但你在解释这个误判过程当中 你却把台湾的海防全部都 蹭坑跟人看啊 所以那我就反问啊 如果说人家真的按照你这个模式去进行的话 那这会不会是一个大漏洞 大漏洞啊绝对大漏洞啊 对所以我觉得最有问题的 反而不是说这个船只在第一时间点没有把这个人拦下来 反而是管碧玲把为什么我们没有拦下来 以及我们的漏洞以及我们的防范疏似在哪里 通通讲给敌人知道 那要怎么啊 董哥 管碧玲根本不识认啊 他最大的功劳就是2月14号把两个大陆遗邻弄死 然后发起抗中保台 然后保住他的官位 他完全不是这个相关行业的熟悉人士嘛 大家看海行署啊 你现在如果有兴趣你现在就上网看他的新闻稿怎么写 海行署新闻稿说 海行端午节廉价不放假 查后大陆人士非法入境 哇 好厉害喔 他们端午节没有放假 查后 这是他们查后吗 他自己内文怎么写 我亮给各位听 他说该船部进入淡水河 后在淡水渡船 码头跟交通船发生差状 业者立即拨打海行118专线报案 所以业者被你撞 我们开车两个插撞 对方说你撞我就打电话叫交通警察来 交通警察来 然后自己发新闻稿说我们查后 你哪是查后 你被告知耶 你是被告诉你来 所有都发生完了才告诉你耶 是 然后你看这是他自己写 现在新闻稿还在他的网页上 希望不要拿掉 那我告诉各位朋友 你看到就是一个这么荒唐的情境 我们如露无人之境 就是说一艘快艇可以到淡水 我过去在那里练书啊 大家都很清楚 这边就是靠关渡了嘛 进入台北市 那他如果这个船停下来 里面是有炮弹了 对关渡师打两话看你怎么办 你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啊 所以他们过去每天讲抗共法来讲 他们多厉害 那你看金门 我的老家 他三番两次来 开始发传单了 真好笑耶 发传单是我小时候 那些中共用炮弹在打线船炮发的 现在用无人机都轻便啊 然后我们无法可施 你有看到军队对他做任何措施吗 没有 没有啊 军队给我们的讲法是 因为他们有进营区啊 他们外面就可以吗 他进入金门就进入了 是不是进入我们的房区啊 结果是谁把他赶走 是警察啊 警察就反正把他干扰 然后他就走了 结果我们在金门 这么重要的地方 没有看到军队有动 我们在淡水这么 对不对 敏感的地方 这关渡师首都卫戍司令部 就在这里啊 就要捍卫总统啊 结果你被人家开到淡水 下来就关渡门 那下来的话 你哪有什么一些防卫的 现在海型还要再收谎 我觉得这些不适乐的人 通通把他换掉 他们其实除了嘴巴抗中之外 毫无专业能力 而且没有敏感性 然后在金门 大家记得那时候的 那两个人被弄死 到现在也没有答案 靳平你怎么看 当然于北辰说法是在电视上 虎虎观众 然后让这个不懂的人 好像这个外航人听了看热闹 但是其实他自己也变成外航人 因为他自己是将军队伍 他应该知道军队打仗通常就是 靠一张军用的这个图形 地形地貌的一个图跟指北针或指南针 这样的一个 你就是很简单的东西 你不是靠所谓的这个卫星导航 你现在看俄乌战事也是这样 而现在你看金门 他用这样的一个无人机洗脑 然后淡水呢 他用这样一个快艇方式去突破 都可以作为他未来 在如果说真的对台湾 有任何的这个侵袭的时候 他可以做这方面 很简单的一个油量 人员 布防 还有各种的这个反应机制的参考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我们等于是把我们的 完全没有办法做一个 任何的这个反制的作为 完全献给大陆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糟糕的败笔 武器报新闻从2018年开始 连续六年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总计 九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给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一百万的订阅 我给大家唱一下 请大家楼顶着楼下 call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订阅 一百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 分享然后我都会看哦 感谢您